小鼠公布了最新的檢驗结果 台糖梅花猪真的含有西部特罗 虽然强调只有微量 而且只有那一包 不过现在民众能放心吗 台糖门室内 货架上各式各样肉品 只有梅花猪已经不见踪影 不放心 实际上问题嘛 本来就是要扩大 要严谨一点啊 大家都不敢吃 连那锅产就有瘦肉菌 那进口的呢 民众心惶惶 就怕还有漏网之余 台糖也宣布了 有效期限标示为 6月10号的梅花肉片 只要凭着发票或是载具 不需要实体商品 就能回到原通路办理退货 而目前全联台糖梅花猪 不论批号全下架 而佳乐福更是预防性下架 所有台糖的冷藏冷凍猪肉 食安的问题真的是蛮多的啦 就是让我们民众就觉得说 那政府在做什么 他们好像对这方面的事情 都没有在把关 台糖公司绝对没有使用瘦肉精 只有台中市卫生局 所持有的单一样本 可以验出瘦肉精 台糖公司后续仍然会配合 政府相关单位来厘清 猪肉风暴越演越烈 政府强调持续追查西部特罗的来源 必须尽快找到源头 才能让民众安心吃猪肉 环宇新闻城市熊黄炫萱 台北采访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